坏消息 新党我称穷光弹了 哎 好消息 我拿菜库里剩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套装备 然后雪赚了 嘿嘿 该说不说这个新党出的新枪是真的好用 比如说我手上这把STV-40 我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半自动版本 我听说它还有一个全自动版本 这个口径的枪再搭配一个全自动近战 几乎就是无敌吧 而且这把枪的手感是真的棒 就好像一把增强版的Hunter一样 但是它的口径要比Hunter大 再搭配上挡出可以买到的老色皮子弹 我直接在街区横着走好吧兄弟 这边来到了邮局 哎 反正就是最后一套装备了 也没在怕的 听到了里面有很多响声 就直接冲了过去 当我进来之后 里面已经打完了 哎 这个时候我准备阴它一手 没想到我刚蹲一下 它就直接跑到了我的脸上 可我打了一个罩脸 打完第一波之后 竟然发现自己没有吃止痛药 哎 当时慌的不行 赶紧吃个止痛药来补一手状态 拉出来之后给了它两枪 哎 但是没有打死 我赶紧往后撤 这时候我的胸已经黄掉了 如果说它现在来过来冲我的话 我必死 万万没想到我 它真是给机会啊 给我时间让我恢复状态 恢复好状态之后 我直接从地下通道这边 新开的区域绕到了肥肥房 这个时候又听到了邮局率 还有枪声 应该是刚才它和敌人没有打完 要把镜子摘掉 泡了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两枪给敌人点掉 这把直接赚翻 这个敌人身上穿的是AVS 这可是挡出第三天 加上一把半改M4 里面子弹更是离谱 还有856AE 甚至还有85AE 它的身上还有一把半改7CU 还有消音还有镜子 正当我发愁 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 带出去的时候 哎 旁边这个敌人身上 竟然还有附赠了一个大紫包 简直不要太爽 这边还有一把满改的M700 加一个超级背镜 最后这里才是重头戏 这个没有舔完的敌人身上 竟然有一个4级美甲 这东西在档处和TV110 就是开档神器 穿上这个甲 只要你不死 来回修一修 穿上10局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最后也是带着这身装备 爬到了复活点 肥肥撤离 这把血赚百万不过分吧 兄弟们